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数的部分是四,加速器有六 给你在的那个人,就是在雪球上面走啦 就跟我上次跟新介绍说的一样 一个人推,然后一个人在上头走 音效的部分就是像你们现在听的这样子 有点难形容这个音效到底是什么声音 接下来呢,分享一下,住宅区的包装子位置在哪里呢 首先是莉莉找的十個地方先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是在警察局這邊 第二個位置是在消防局斜前方的草叢 第三個位置就是在郵局的這旁邊 然後是住宅區的後方空地上 這個部分的話大家就要跑到後面這裡 這個包裝紙也是一樣的 接下來就是咖啡廳旁邊的草叢 這個椅子的下面也有一個 靠近捷運口這旁邊的圍欄也有 然後這個藏得非常隱密 有看到旁邊的草叢嗎 我們要從這旁邊的縫縫進去 才可以拿到這個包裝紙 最後一個位置就是在這裡 接下來就是我接到住宅區找包裝紙的任務 像剛剛也有提到消防局斜前方有一個 然後警察局這旁邊也有一個 跟這個藏得很隱密的包裝紙 我發現它的位置其實蠻固定的 那剛剛有介紹的位置跟重複的部分 我就直接略過囉 那我這裡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在咖啡廳休息區的草叢 還有這個也藏得很隱密 要從那個消防局旁邊的這個巷子進去 就是在這個救護車的後面 我剛剛是從垃圾桶上面跳下來的 所以呢我現在跳不回去 所以呢我只能繞到前面去才可以出來啦 住宅區包裝紙的部分就是以上這些位置囉 然後呢分享一下 你抓完100次星星呢 就可以再出500顆星星喔 第一段箱子呢也是500顆星星 所以總共會有1000個星星 下集預告就是要開箱子的車子啦 這個的製作時間呢蠻久的 要23個小時 那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吧 影片呢就分享到這裡囉 這個雪球呢還蠻好玩的 很可惜這個禮拜呢沒有抓星星大會 原本想說會有的 好啦喜歡我的影片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